全台灣人民瘋奧運 除了慶祝林洋佩奪金之外 中國隊的隊員長相 也引起了一番討論 有位YouTuber 因為太像中國隊的球員 太像了 導致這位YouTuber 還開了不在場證明的直播 請問是哪個YouTuber 這個我就不知道 就說他一直在他的大安區的 豬豬這樣 我真的沒有在巴黎打那個羽球 長得真的很像 好玩啦 然後小代也去他那邊留言說 誰誰誰 你終於發現了 真的很像 2 3 2 1 舉牌 1 2 3 請插牌 好 通通寫的是蔡哥 厲害 真的有在了解 第二位經過了 正確答案給我們看一下 來 就是這麼像 超像的 有啦 有一點 而且是那個私訊湧入 謝謝說謝謝蔡哥 謝謝蔡哥這樣子 一直在謝謝他 不錯 他長得 這個是金牌戰的對手 金牌戰 對啊 沒錯 金牌戰 中國大陸的兩位選手 另外一位是網場 對 就是小帥哥 對 另外這一位就是蔡哥 大家都覺得 小點小嚕 門當戶對 很適合結婚 請問 門當戶對的門當是指什麼 A 門前的一對屎骨 B 門上的一對手把 C 門本身 D 門外的圖騰 A 對啊 門當戶對這個 OK 那你就要考慮了 人家說我們門當戶對 代表我們有買某一些異位 是大家旗鼓相當的 平起平坐 不會落差太大 會有壓力的 3 2 1 好 請舉牌 1 2 3 請插卡 就是 好的 A都有 ABC 為什麼選A 有聽到我說 旗鼓相當嗎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提示嗎 是那個原因嗎 被發現人前面 會不會是我害了你 不會啦 答題就是要聽關鍵字 旗鼓相當 其他人都 這邊都吸眼 來 新竹 門本身 竹女為什麼覺得 門本身 因為我們想說 豬門酒肉臭 可能 窮人比較沒有辦法 有這麼漂亮的大門 是木製的 或是更慘的 它沒有門 對 有門就很了不起 但是不要忘記的題目 不可能那麼簡單 它是門 就是門本身 基本上這個選項要刪除 不能選它 這麼斬丁結局 好 那個意思嗎 一對手把 因為門 它以前的門是 就是你要一起關 它才會關起來 如果你單關一個 它是沒有辦法關 因為以前沒有那種拉門 對 它是要插進去一個 它是這樣 兩邊 對 兩邊 再放一個門栓 栓 有道理 我也會想要選這個 門當互推 正確答案就是 各位 A 十股 真的就是 我知道我不小心洩漏 因為它很簡單 旗鼓相當 那是不是要有錢人 才會有這個意思 對啊 大宅門前面 可以選吧 在古代來講 有些顏色你敢用的話 你用黃色試試看 你家裡的旗子 高過於金城的旗子的話 它高低 作為它尊貴之分 旗鼓相當 大戶人家門口的十股 可以看得出來 它們是當官的 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上面有寫 來 講了 對 因為你會用到門當戶隊 你一定是家裡夠有錢 有錢有勢 才會說我們要門當戶隊 是 如果都窮的就算了 對 對 好有道理 對啦 家裡連十股都沒有 那還要逼什麼 這是有錢人 Rich 越來越多人 開始喜歡出國旅遊 在機場不免會看到 以及使用到很多國際英文用語 像是登機證 boarding pass 超重overweight 雖然一般平民 通常都是搭乘經濟艙 但是商務艙 和更高級的頭等艙 也是需要了解的 是 請問 商務艙 頭等艙的英文怎麼寫 有兩個 兩個不一樣 對 那是比較大的飛機才有差吧 商務艙跟頭等 對 對吧 一般中型飛機的話 A321 A320 這個都是沒有頭等艙的 A330 基本上會把它通通改成商務艙 然後Boeing 747 只有那個上層的座位 是頭等艙 對 後面有一排是商務艙 其他就是經濟艙 對 哎呦 怎麼艙搭飛機搭到都很熟了 對啊 可以分類 全世界飛機機種最好的 不能說最好 Boeing不算最好 Boeing要不然就是Airbus對不對 那使用最新的反而是非洲 因為他們使用Boeing 777 還有Boeing 787 超大型的飛機 最新的 都是最新的 那A380基本上應該已經 即將離開運營了 運營了 對 因為太多機場沒有辦法停泊 太大是不是 對 中國大陸之後 有北京 上海 廣州白雲機場 有這三個機場可以共過 新加坡 張宜機場 OK 可以 那台北 台灣的 桃園 桃園 有點困難 因為跑道不夠長 對 要真的世界級的最大的 才有辦法 好 OK 商務艙 投忍艙的英文怎麼寫 答對一個就算一分了 3 2 1 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來 叫什麼 First Class 頭等艙 這個叫頭等艙 Economic 經濟艙 那是經濟艙 Economic 他要你寫頭等艙 商務艙 Business Class 對 Business Class跟 First Class VIP Class VIP Class 這邊 我看一下 Business Class Prior already Business Class Final Business Class Business Class 不是 Business Class Business Business的好像有一些 你是寫Business 正確答案 請看 這個應該是對的 First Class跟Business Class 那拼次拼好一點 但他嚴重拼錯 Business 小朋友以後不要葫蘆吞澡 Business 小混嘛 周同學 OK 那我認同大家 我們在讀英文的時候 我認同你們成為一個英文的 仔細聽喔 文盲 不一定要會拼嘛 但是你要知道 他知道怎麼唸 但是你一定要會講 全世界的語文都一樣 你一定要會講 才在考慮文字的部分 清明上河圖 被認為是所有中國畫作中 最著名的作品 畫作中展現出北宋時期 首都人民日常生活寫照 及慶祝清明節的節日氛圍 請問 北宋時期的首都在哪 來 新竹 這邊 變金 恭喜 答對 好 請問一下 八分了 十三朝的古都是哪裡 南京 十三 十三朝在哪邊 十三朝古都 十三朝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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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三個王朝在 在這裡當 這個中國最大的 叫什麼 西安 對 歷史上有十三個朝代 是在西安 對 我剛以為是 某一朝 不見史人仇 就是這一個 長安不見史人仇 對 長安不見史人仇 他就說 後來改名叫西安 長安 古代 唐代叫什麼 長安 馬